好,為各位示範這一週的競技競技試練 有點難度 好困難的 它主要是光竹心成員不能進入 可是它又要實力光 這也是不可憐的 其他服飾像大概等於7KM盾 所以,而且又一個 死亡後恢復變0 所以你不能被捶 那時候我帶了排除角 那我給各位展示的是 我手裡有的排除角 好,組隊的關鍵喔 你要能夠產生新珠的 光珠的非光珠成員喔 我的主軸是蘇完真 蘇完真 人妖魔記得喔,這個要人妖魔 OK,了解喔,我看一下 不要放錯,因為這只有一次機會 所以你一定不能失誤 好 我故意放老人給大家看 只有老人可以排除 15秒排除 或者風之痕 15秒排除 好,進場囉 好,這邊沒什麼差 直接轟它 哇 還蠻強的欸 就是 不是直接打就 就過了欸 比多不能嗎 比多技能是什麼 7combo 來 呃 變身好了 變身不會耗左上角那個 那個技能 那我現在 三屬處少 我直接開另外 另外會消耗喔 然後 我建議是開風之痕就好了啦 7combo 1combo 2combo 3 4 5 6 7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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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我覺得要再排主角 不然很難打 懂嗎 風之痕就夠用了 好,然後這邊我們開一個這個 巨大靈王好了 好,巨大靈王 盡量不要讓自己再扣血第二次 那個 那個扣血是不能補血的 欸,C 然後這邊他又 強迫你要10顆光珠 所以才會帶素完珍出來 然後他又延時轉珠 喔,自己自己拉一下應該沒有問題 OK 血量4萬喔 欸,你就是不要讓他捶啊 你幹嘛讓他捶咧 我要讓大家是確保 是板子板一次就過了 好樣 素完珍 然後 呃 直接開 我覺得好像沒什麼差耶 就這樣吧 OK OK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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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我這個還沒開喔 到時候再示範給各位看